好 但是怎麼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烏照者認教真的是呢 被幼教團體批評真的好荒謬喔 立法院教育還有文化委員會 今天將會審查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就有多位立委提案呢 要讓沒有證照的人 可以在幼兒園認教 但是這可讓在幼教街大佬們 趕快站出來反對了 那麼教育部國教授副組長 徐立娟就回應說 為了維持幼教品質 教育部還是希望可以維持 原本的規定 專業的教保員和幼教師 才可以在幼兒園認教 因此呢 會在立法院爭取不改變 此外呢 教育部也考慮喔 讓這幼兒園的教保員呢 能夠呢 在八年之內完成進修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身為幼教師了